26号晚 乙军空袭加沙地带拉法的一处难民营 并且引发了大火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 乙军所用炸弹由美国制造 对此以色列方面拒绝回应 美国则称无法确认 与此同时 美方仍然不认定 以色列的行为跨过红线 引发舆论批评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称 根据爆炸专家对现场照片和视频的分析 乙军在对拉法的空袭中 使用了美制GBU-39小直径炸弹 然而 以色列方面拒绝对相关报道进行回应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门瑟29号 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 不了解情况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则称 美方无法确认以军空袭使用的武器类型 今年3月 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 如果以军攻入拉法 那将是踩踏红线 5月8号 拜登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 如果以军进攻拉法 美国将停止为其提供炸弹等武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 拜登的表态是在为以色列在拉法的行动划红线 但是 在26号晚 以军空袭拉法事件后 白宫方面仍不认定以色列越过红线 对以军援还将继续 对于媒体报道称 以军空袭拉法用的是美制炸弹 有网友表示 不足为奇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国 所以 你以为呢 还有网友评论道 本来想说难以置信 但其实恰恰相反 这样的事在这场冲突中经常发生 而美国当然会否认 对于媒体报道称 以军空袭拉法导致